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腳軟 在未講這個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跌了504點,失手24000點心理關口 收報23950,成交不算十分大,有1149億 但當然,這個成交都不是很浪費 今天恆子跌穿了重要技術支持位24100區 心理關口24000也失敗 可以說中期轉了紅燈,收在旗下 不過,今日不是列口下跌 即是說,今日的跌市和上星期五 美國四重結算,不是太大關係 因為今天的跌,最主要是匯豐和國際金融股份腳軟 另外,豪島股也是偏遠 新經濟股就個別發展了 有部分股,好像小米一樣,跌得比較多 跌6%,都是拖累大市 但是,重磅的新經濟股,好像騰訊和阿里巴巴 跌幅就不算大 好了,一連串的東西,我們逐樣逐樣來講 先說市 跌穿24000,那怎麼辦? 沒有什麼怎麼辦? 向下,沉底找支持 沉底找支持,即是繼續要下跌 但是,找支持 這個意思就是說,找到支持的話,又不是太淡 不是說,現在覺得它會是絕地向下,不停地跌 事實上,恆指跌穿24000,去到23000多 今天是23950 這些位置,今年年3月份,即是最低位的時候 21000,100多 現在去到24000都不夠 上升了多少呢?上升了3000點都不夠 即是反彈了10% 其實很多地方,包括內地,美股那些,還是很高 港股其實呢,今年沒有什麼升 如果這個位置來計算,也估計不會太大 事實上,還行了一個多兩個月 應該說兩個多月 由7月頭到現在9月尾,還行兩個多月之後 所謂這些再下跌,其實那個力,估計都不會太大 因為要跌的,其實在這段期間,要跌的跌了很多 但是這段期間,有很多股都升了 升了上去的那些,現在回吐回來了 而那些匯豐那些,是很差的 不過,你現在再跌,肯定,大家講 大家再講匯豐的時候再長談 不過現在說,匯豐肯定會還是偏遠 會拖累市場,不過他們的力量已經越來越小 好,那港股現在先怎樣呢 先看23,500左右 下面,這裏有個上升裂口 有機會要補這個上升裂口 補上升裂口,就差不多了 這個上升裂口就是5月29日的高位 你呢,23,089點,你當它23,100 那就是說,231到23,600左右 6月15日這個位 估計會下來這裏 這個水平 23,000這樣會不會呢 那如果用大位,23,000 23,000到23,500 如果是技術位,23,100到23,600左右 那如果真的23,600,當然 再跌多一天都到了 23,100就再跌多幾天 跌多幾天的意思就是拖到九月底 九月底之後 十月,即是第四季開始 可能有機會 我說可能有機會而已 不是說說實話 即是說市場跌得差不多 有機會重新再反彈 好了,那港股今天最受影響的 最腳軟的 就是小米了 小米今天跌6.6% 之前9月9日這個低位 20.95元跌穿了 這裏有一個上升列口 主要支持 它之所以比其他的重磅科技股弱 是因為之前9月15日這一天 第二大股東減持 其實如果不是第二大股東減持 就不會那麼弱的 因為其他的都沒有那麼弱 因為有減持這個現象 沒有辦法 減持完呢 現在率先第一隻 跌破9月9日低位 跌破了之後 主要支持在這個上升列口 8月26日高位 就是列口底 19.18元 19元 短線的 要走的 就要快點走 中線的 就看著19元 作為支持位 如果真是收於其下的話 都要減持 不過估計 現在暫時來看 那些應該是比較大的重要的支持位 好了 今天主角匯豐 匯豐怎麼辦 匯豐去到29.3元 沒什麼怎麼辦 其實我在這裏講過很多很多次 就是每次反彈 你就沽出去 換馬去其他的股份 例如新經濟股那裏 當你在其他的股份那裏賺到的話 你就會願意一路一路減持 現在其實看法都不變 那現在去到29.3元 就是世紀公股價28元 那些怎樣 28元基本上 估計都會到的了 甚至有機會跌穿 今天唯一的好處 就是跌到下來之後 大成交 今天的大成交 就是有人在這裏收貨 那一天收夠了 不知道 因為歐美那些銀行股還在下跌 不只是匯豐的 固然沒有派息 是匯豐的致命商 另外亦都說 就是被賴 中國商務部 將匯豐列入 不可靠實體清單裏面 這個雖然還是傳聞 但應該都比較真的 這件事當然都對匯豐有影響 另外還有就是因為 外圍 外圍那些很多都是 那些重磅金融股 都是被列作 可能是那些會被罰款 一連串的事件 總之匯豐呢 現在都是偏遠的了 由今年又派不到息 那怎麼辦 剛剛說過 一路沽 就算今天有人收 你看到這麼大成交跌下來 難道它又可以反彈得很多嗎 最多就是一級級 又上來32元 又阻力 好像上次那樣 32元去36元 又阻力 總之 就是 有機會反彈的就走了 渣打 今天去到34.9元 前浪底 即是5月的時候 這個低位就是34.9元 今天收市位和它一樣 不過今天 曾經 即市的時候 見過34.8元跌穿過來的 但收回在那個低位的水平 就未確認跌穿 不過弱勢也是弱的了 渣打和回風的情況 類似 都是說有反彈 就應該沽出 就換馬去其他股份 因為短期之內 國際銀行股 始終都是會受壓的 除非你說 真是你打算拿到天方地老 如果不是的話 換馬好過 好 今天另外一個板塊 跌得比較多的 就是豪島股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早前市場比較樂觀 覺得 開關之後 澳門的賭業就會好 誰知道 也有些人出來說 對這個黃金周 十一黃金周 就不抱太大的期望 所以 立即很多偏遠 事實上 其實不是今天一棍 它開始 早幾天已經開始 有少少偏遠跡象了 因為之前的高位 是在九月初出現的 九月初出現的 現在回回來 怎麼辦 繼續可能還要再跌多少少 去到密集區的中底部 大概五十二元區 或者五十元區 尋找支持 金沙的情況一樣 它更早一點 在八月三十一號 已經是見了高位 然後下來再反彈再下 好了 現在下來之後 這裡有一個上升列口 它就好少少 未補這個上升列口 估計都要補的 補個上升列口 三十一左右 或者三十元這些支持位 豪賭股雖然跌 但是對大市的影響 始終都不及得匯豐 那些金融股那些那麼大 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現在新經濟股 有沒有受到影響 因為其實很多股民 其實老股民就是 氣外匯豐那些 但是很多很多 就是近這一兩個月 買最多的 其實新經濟股 那究竟新經濟股是怎樣呢 我們看看 恆訊 大概500元這個支持位 499.4這個支持位 暫時繼續守住 沒事 還未跌穿 那估計會不會考驗 會考驗的 又是說那個 如果你是擔心的話 就應該早點走 那天其實叫大家 在這裏叫大家駁過一次 在這裏9月份又駁過一次 那現在都是還未跌穿 即是說那些支持位 如果你是擔心的 早點走 上個星期四已經和大家說 如果擔心的 星期五早早就先走了 先 就無謂在這裏捱住 那如果你不擔心的 繼續拿著的話 就用回早前設定的指賺位 或者指洩位 如果是9月份那些買的 你可以用9月11號的低位 506.5 或者繼續堅持用499.4都可以 總之不跌穿就拿著 駁上去 就不要貪心 有得賺 又撿一下 在這裏上樓 最終會不會跌穿 都不知道 雖然偏遠的機會都還是比較大 不過今天 大家知道 TikTok那件事之後 現在說WeChat 就說被禁 什麼成這樣 不過騰訊今天 都不是跌得很多 跌幅1.6% 比大市還少 就是說 折資金其實還是外騰訊的 還未捨棄它 既然未捨棄它 我就覺得 都還可以再坐一回 看著指責位來做事 或者指洩位來做事 好了 阿里巴巴的情況類似 阿里巴巴今天 跌2.8% 跌得多於騰訊 9月9日這個低位 是258.6 258.6 大概260 今天收262很接近 怕的話 不要管那麼多 就先沽了去 如果不然 你就用著這個低位 9月9日這個低位 做這個指責位 指示位 跌穿的話就走 那 留得青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如果走了之後 可以喜歡的 將來再買回來 都可以的 好了 整體而言 港股 還有機會向下低 多一點 有機會沉底的 估計的支持 在這個上升列口的水平 就是23,100 到23,600 如果大位來講 就是23,000到23,500 在這些水平上 尋找底部 希望9月結束之後 10月份 即是第四季 港股 尋完底就可以再上 好了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